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刘天慧牧师 中华基督教卫理工会牧者会长 那么现在我们来到 《使徒行传》的第17到19章 虽然我们看见在这里 使徒保罗跟他整个县教的里程中 他待在哥林多一年多的时间 但是他很快速地又返回到安提亚去 从圣经的当中 我们也看见保罗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 保罗清楚而简单地打开了上帝的话语 所以保罗所做的工作是证明基督必须受苦 并从事里护活 保罗在所有的这一切中强调了耶稣是谁 所以在整个里程步道的当中 整个福音前面性的敞开 让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17章 保罗和希拉经过岸非波里 亚波罗尼亚 来到铁撒罗尼加 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保罗照他素长的规矩进去 一连三个安息日 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 从死里复活 又说 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 就是基督 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 就服从保罗和希拉 并有许多前进的西利尼人 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 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 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 要将保罗和希拉带到百姓那里 找不着他们 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 拉到地方官那里 喊叫说 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 耶稣收留他们 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 说另有一个王耶稣 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 就惊慌了 于是取了耶稣 和其余之人的宝状 就释放了他们 弟兄们随即在夜间 打发保罗和希拉 往比利亚去 二人到了 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这地方的人 险于铁萨罗尼家的人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 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 男子也不少 但铁萨罗尼家的犹太人 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 也就往那里去 耸动搅扰众人 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 往海边去 希拉和提摩泰 仍住在比利亚 送保罗的人 带他到了雅典 既领了保罗的命 叫希拉和提摩泰 速速到他这里来 就回去了 保罗在雅典 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就心里着急 于是在会堂里 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 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 还有以比古罗 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 与他争论 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 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 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 与复活的道 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八谷 你所讲的这新道 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 传到我们耳中 我们愿意知道 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 都不顾别的事 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保罗站在雅略八谷当中 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着卫世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将近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 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 动作 存留 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 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 神的神性 像人用手艺 心思 所雕刻的金 银 石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就有计较他的 又有人说 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 其中有亚略八股的官丢尼修 并一个妇人名叫大玛丢尼修 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第十八章 这是以后 保罗离了雅典 来到哥林多 遇见一个犹太人 名叫雅居拉 他身在本都 因为格老丢 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 新晋带着七百吉拉 从意大利来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 保罗应与他们同业 就和他们同住做工 每逢安息日 保罗在会堂里辩论 劝话犹太人和西里尼人 希拉和提摩太 从马其顿来的时候 保罗为道迫切 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他们既抗拒 诽谤 保罗就抖着衣裳 说 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 与我无干 从今以后 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于是离开那里 到了一个人的家中 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 是敬拜神的 他的家靠近会堂 管会堂的基利斯部 和全家都信了主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 就相信受洗 夜间 主在意象中对保罗说 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 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到家流做雅盖雅方驳的时候 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 拉他到公堂 这个人 劝人不按着律法 保罗刚要开口 家流就对犹太人说 你们这些犹太人 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 我理当耐性听你们 但所争论的若是光乎言语 明目和你们的律法 你们自己去办吧 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 就把他们撵出公堂 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 在堂前打他 这些事加流都不管 保罗又住了多日 就辞别了弟兄 坐船往叙利亚去 白基拉 亚居拉和他同去 他因为许过愿 就在剑格里剪了头发 到了以弗所 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 自己进了会堂 和犹太人辩论 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 他却不允 就辞别他们 神若许我 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 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 在该撒利亚下了船 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 随后下安提阿去 住了些日子 又离开那里 哀次经过加拉太 和弗里加地方 兼顾众门徒 有一个犹太人 名叫亚波罗 来到以弗所 他身在亚利山泰 是有学问的 最能讲解圣经 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 受了教训 心里火热 将耶稣的事 详细讲论教训人 只是他单晓得 约翰的洗礼 他在会堂里 放胆讲道 百基拉 亚拘拉听见 就接他来 将神的道 给他讲解 更加详细 他想要往亚该亚去 弟兄们就勉励他 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 他到了那里 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 在众人面前 极有能力 拨打犹太人 引圣经证明 耶稣是基督 第十九章 亚拨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 就来到以弗所 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 受了圣灵没有 没有 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 这样 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 是约翰的洗 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 告诉百姓 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 就是耶稣 他们听见这话 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方言 又说预言 一共约有十二个人 保罗进会堂 放胆讲道 一连三个月 辩论神国的事 劝化众人 后来 有些人心里刚硬不幸 在众人面前 毁谤这道 保罗久离开他们 也叫门徒 与他们分离 便在推拉努的学坊 天天辩论 这样有两年之久 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犀利尼人 都听见主的道 神借保罗的手 行了些非常的奇事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 拿手巾或围裙 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了 恶鬼也出去了 那时 有几个游行各处 念咒赶鬼的犹太人 向那被恶鬼赴的人 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 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 勒令你们出来 做这事的 有犹太祭司长 士基瓦的七个儿子 恶鬼回答他们说 耶稣我认识 保罗我也知道 你们却是谁呢 恶鬼所付的人 就跳在他们身上 剩了其中二人 制服他们 叫他们赤着身子 受了伤 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 凡住在以福所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犹太人 都知道这事 也都惧怕 主耶稣的名 从此就尊大了 那以经信的 多有人来承认 诉说自己所行的事 平肃行邪术的 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 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 他们算计书价 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 主得到大大兴旺 而且得胜 就是这样 这些事完了 保罗心里定义 经过了马其顿 雅盖亚 就往耶路撒冷去 我到了那里以后 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 打发提摩泰 在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 自己暂时等在雅西亚 那是因为这道 起得扰乱不小 有一个银匠 名叫迪米丢 是制造雅迪米神银勘的 他使这样手艺人 生意发达 他聚集他们 和同行的工人说 众位 你们知道 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 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 也几乎在雅西亚全帝 引诱迷惑许多人说 人手所做的 不是神 这是你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这样 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 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 也要被人轻忽 连雅西亚全帝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 也要消灭了 众人听见 就怒气甜胸 喊着说 大灾 大灾 你们是雅迪米的 满城都轰动起来 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 马其顿人 该游和雅里打鼓 齐心涌进戏园里去 保罗想要进去 到百姓那里 门徒却不许他去 还有雅西亚几位首领 是保罗的朋友 打发人来劝他 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 聚集的人 纷纷乱乱 有喊叫这个的 有喊叫那个的 大半不知道 是为什么聚集 有人把亚历山大 从众人中带出来 犹太人推他往前 亚历山大就白手 要向百姓分宿 只因他们认出 他是犹太人 就大家同声喊着说 如此约有两小时 那城里的书记 安抚了众人就说 以弗所人哪 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 是看守大雅迪米的庙 和从丢丝那里落下来的像呢 这事既是驳不倒的 你们就当安静 不可造次 你们把这些人带来 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 也没有傍读我们的女神 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 有控告人的事 自有放告的日子 也有方驳可以彼此对告 你们若问别的事 就可以照常立聚集断定 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 我们难免被查问 论到这样聚众 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说了这话 便叫众人散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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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